哈喽大家好,我是Sarah,又回到美洲活动啦 那今天呢,有7个活动要跟大家分享 那夏天真的是很快就过了一半的时间了 就是又要进入到有点凉,有点冷的秋天啦 所以呢,一定要把握一下就是夏天这么多的这些活动 第一个呢,是在西温的Embreside Park呢 是从8月19号到20号呢 会有一场结合音乐节还有葡萄酒节的活动哦 19岁以上呢,你持有入场卷呢 你就可以进入这个Okanagan葡萄酒节的区域里 那你可以品尝各种来自Okanagan地区的葡萄酒哦 很多人其实夏天的时候呢,都会到Okanagan观光嘛 除了酒庄之外呢,也是有很多很棒的景点 那现在呢,如果你是想要专程去酒庄喝葡萄酒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来这个活动啦 你可以喝到很多优质的葡萄酒 同时又可以欣赏很多的乐团表演 大家可以到官网上看有哪些乐团的演出 那门票呢,一样也要先在官网上购买 你可以买单天票或是两天票 或是呢,还有那种VIP的门票哦 第二个活动呢,是从8月18到20号 三天的这个烧烤节 那这个烧烤节呢,前阵子是在Port Moody那边有一场 这三天呢,会在Lenly的一个运动公园里 会有著名的考乐牌的师傅 还有音乐表演和儿童的游乐区哦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活动 而且这个活动是免费的 那它在官网上呢,还有抽奖的彩票可以购买 你可以买最便宜一张20元左右呢 你就有机会可以抽中高额的奖金 那同时也是赞助他们这个活动嘛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看看这个烧烤节啦 第三个活动,一样是在Lenly City呢 8月19号这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呢 会有一场超过200位的视觉和表演艺术家的一个活动 整天都会有现场音乐表演 那还有艺术家还有工艺家 像是画家、雕塑家、陶艺家他们的作品展示 还有呢,儿童游乐区 那活动是免费的 所以应该也是一个蛮热闹的一个活动 趁这个活动呢,来Lenly City看看啦 就Lenly呢,其实还蛮多好吃的餐厅 还有一些咖啡厅,对 大家可以来探索一下 第四个活动呢,就是玉米迷宫啦 就是我觉得玉米迷宫呢也是BC省很值得去的一个景点 那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0月左右呢 在Chiliwack的这个农场呢 会有玉米迷宫 还有一些给小朋友玩的农场里的旋转木马等等的 很适合带小朋友去玩 那它这个玉米迷宫呢 每年都有不同的造型图案 今年的设计是他们25周年的一个设计 之前也有去走过这个玉米迷宫 从高空往下拍的玉米迷宫的造型 就可以大概判断出说你要走哪一条路 所以我觉得这玉米迷宫呢 就是大人小朋友都还蛮适合玩的 一样呢是到高空上购买门票哦 第五个活动呢 是离温哥华大约一个小时左右的Squamish呢 会有为期两周的一个艺术节的活动 8月19号这天下午的4点 一直到晚上10点呢 在Oceanfront Squamish呢会有一场音乐会哦 8月15号到8月17号 这三天的时间呢也都分别会有一场的工作坊可以参加 8月15号这天 透过丝绸印刷的设计呢 来改造你的旧衬衫 我觉得这个感觉还蛮有趣的 这三天的工作坊啊 大家记得要先到公网上去订票哦 旧的活动呢是在Richmond的第二十届的一个海洋节庆 那这海洋节庆呢会在8月26号到27号举办 活动地点是在BC省最古老的造船厂园区 这两天呢这个占地八英姆的历史遗迹呢会对外开放 那你就可以看到精美修复的木船还有船只的展示 那你就可以来了解这边的造船历史 而且呢还会有现场的表演音乐啊还有美食的摊位 当然也有专属小朋友的游戏区 像是你可以去拼拼图 还有学习怎么绑神结等等的就是非常适合带小朋友去玩 每次不知道煮什么的时候好险有Fresh Fripper 都帮我准备好食材和食谱了 只要拿出食谱就可以轻松做出一道餐厅料理 而且份量也很足够 使用我的ProMocode AFL3SRA 新注册会员就可以享有前三餐免费哦 第七个活动呢是台湾文化节 那台湾文化节每年带来的节目其实都非常的丰富 今年也不例外 台湾文化节也会跟很多国家对话 所以你可以看到每年呢台湾文化节不只有台湾的元素在里面 还会有很多国家联合演出 那像是呢会有来自日本的武士艺术家的演出 会分享武术啊演艺还有武士道的文化 还有来自加拿大的喜剧演员 带来一小时的融合个人的成长背景故事 和文化的一个戏剧演出 来自加拿大的荷兰艺大提琴家 和加拿大台艺影像艺术家呢 会在台湾文化节上做跨界的演出 还有来自东南亚文化遗产协会的音乐家呢 他们会运用九种以上的竹制乐器哦 进行读咒还有和声 再来是由温哥华冲绳太古协会带来的冲绳鼓舞 还有传统的琉球舞 看到这个冲绳太古就想到之前真的很喜欢去冲绳玩 冲绳又离台湾超近的嘛 在温哥华美术馆的广场呢 还会有来自台湾原住民带来的电音音乐表演 还有像是弦乐团啊的表演演出等等的 这三天的时间在温哥华市区应该会非常的热闹 美术馆广场前会有表演 还有像是在NX区域呢还会有台湾电影的放映 还有呢一些演讲呢也都会在温哥华市区的一些地方进行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活动啦 那除了就是这些表演演出之外呢 他们今年呢还有推出了就是台湾文化节活动限定的 台式哈豆热狗宝 就是非常特别 他连名字都很特别 那这个热狗宝的形状 他就是有点像是一艘船嘛 就像是台湾从400多年前到现在所承载的人文缩影 这个热狗宝呢他有四个限定的口味 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天哪也太特别了吧 这四个口味呢分别是三杯鸡热狗宝 鸡龙三明治热狗宝 炸五花肉还有炸酱泡面热狗宝 大家应该会很想去尝钱吧 我在台湾都没有吃过这种热狗宝了 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台湾文化节的活动有兴趣的话呢 就可以到官网去看他们详细的节目表 因为真的非常的丰富精彩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你喜欢哪一个节目 然后有空的时间 好的那最后又来到闲聊时间啦 上周呢去了一趟美国 我们去两天的时间 第一天是去Bayview State Park露营 然后第二天呢是去Mont Baker爬山 我们之前去Mont Baker都是去滑雪 这一次是第一次在夏天的时候去Mont Baker爬山 很想要走不同的步道嘛 然后就刚好查到这个加拿大也没有很远的一个步道 就从Landley出发的话一个半钟左右就可以到Mont Baker 然后山上呢其实真的是蛮漂亮的 我们去爬了一个步道是叫做Iceberg Lake的一个trail 那这个trail呢它其实它的终点会有很多座湖 那其中一座就是Iceberg Lake 那这个Lake呢你可以看到就是有龙雪 冰山的那个龙雪在旁边 对非常的漂亮 就是很梦幻的感觉 然后也有看到有人专程去钓鱼耶 就是去这个冰山湖钓鱼 那你可以钓到好像是尊鱼 听他们说这个冰湖里面有尊鱼 还有很多人呢他们是重装装备呢 就是背着很多露营的装备呢 到山上去露营 那这个山里面呢是有营区的 就是一个一个散落在步道附近的营区 那这个营区非常棒 就是你可以直接早上起来 就可以看到这个冰山湖 就是非常的漂亮 然后还有雪山 但是这个呢就是你要有一些代价嘛 背很多东西到山上去 那其实去尘呢蛮轻松的 坡度是往下的 但是回尘就比较累一点 因为就是开始上坡嘛 整体来讲呢就是三个小时左右呢 真的是对体力的挑战 还有探险来说呢是蛮刚好 因为沿途就是真的都是很开阔的景色 你可以看到远方的山啊 然后你是走在很像是峭壁吗的旁边 然后他的步道呢其实是窄窄的 就是可能两个人刚刚好的那种宽度 如果你假日去可能会比较多人 就要互相等对方通过这样 这步道有一个小小的也不算缺点 就是呢 苍蝇其实蛮多的 就是苍蝇会有点像是环绕音响的感觉 在你的耳边一直环绕着 但是除了这之外呢 文字什么的好像没有 对啦 所以我觉得还蛮推荐这个步道的 然后我也有看到一些小朋友 大概四五岁呢也都可以去爬这个山 那除了这个步道之外 它其实有很多条 那还有一条是叫做Table Mountain 就你可以爬到另外一座山 那这个呢 我觉得下次可以来挑战看看 如果大家有去挑战过呢 也可以跟我分享 那这山上呢 还有一个游客中心呢 它那个房子真的是很漂亮 然后游客中心里面 就是你可以去询问一些问题 大家要记得 因为它是国家森林 所以呢 你是要买一个Pass的 它其实是你停车停在那里的一个Pass 一天是五块钱 就是不会很贵 记得要去游客中心里面买 当然我们回程呢 又跑去了美国的Trader Jaws 就是现在真的是 每次都会想要去Trader Jaws 看看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所以呢 我这次就买了两样 我之前没有买过 这个叫做Soyaki 它是Teriyaki的酱 它可以拿来腌肉啊 蔬菜啊 豆腐鱼都很适合 前几天买的 我们现在已经用了一半 就我们拿来腌鸡腿肉 真的超好吃的 那这是朋友推荐的 真的是蛮推的 还有这个饼干 就是它看起来 其实是不是没有 好像蛮普通的 但它真的是很好吃 我本来是想要找 我上次有介绍过的另外一款 是像脆笛酥的那一种 但是好像我去的那间没有卖 所以我就看到这个呢 就是有点想买 就是很久没有吃这种 威化饼干 然后它里面的巧克力 不是那种很甜的 它是有点偏苦的 但是它同时又有加了那个 榛果酱 所以它又不会太苦 然后又不会太甜 就是它的甜度是刚刚好的 推荐这个给大家 然后我现在已经吃了一半 就是我要客制的吃 不然我其实很快就可以把它吃完了 然后它很贴心 就是你买的时候 它这边还有一个胶条 就是你拆开来之后 还没吃完 你可以把它黏回去 大家也可以跟我推荐 你去Trader Joe's都买什么东西啦 我们这次去Trader Joe's 其实蛮客制的 就是买了这个 还有一些调味 调味粉 就这样 像是有些朋友 他是很喜欢买他们家的有机蔬菜水果 那我自己是很喜欢买这些零食们 那今天的影片就这样啦 对了 跟大家预告一下 我们下下周会在Vancour Island 对我们又要去Vancour Island了 其实这个 这次去应该是第六还是第七次去了 那我们每次去 其实都会去不同的地方 其实Vancour Island还蛮好玩的 它真的蛮大的 你可以探索的地方很多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 那我们就下下周见 拜拜